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抖下的士兵放开了李平 却听李平对郭靖说道 进而 当初邱道长给你取名的含义 就是让你不要忘记当年的靖康之耻 人活一世 家国伟大 你不要因小结而忘大义 我想我的儿子一定不会是一个出卖国家的卖国贼 他要作为一名大英雄 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声音一顿 只见他胸口插着一把匕首 已经自尽而亡 帐中所有人均大吃一惊 这一变故简直难以想象 郭靖饱含热泪 抱亲母亲 他手指铁木针 一言不发 护卫们怕他抱起伤人 均围在大汗周围 郭靖抱着李平的尸体 头也不回 静止走出了帐篷 大仗内外的军士们很自觉地闪出道路 眼望着这位给蒙古立功无数的大英雄 走向大漠的尽头 李平的死对郭靖的触动很大 他只是觉得天地之间自己是多么的孤独 师父们 荣儿 母亲都先后死了 那么自己活在世上还有什么乐趣呢 荣儿和五位师父是被欧阳风所杀 母亲间接地死于大汗之手 那么我就应该给他们报仇才对 可是 即使报了仇我就会快乐吗 我半生学武 可是谁也保护不了 那么我练武又有何用 我一心想做一个好人 可是跟我在一起的人哪个快乐了 他茫然所思 信马游江向南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 这一天来到一家酒店 很巧 全真教的邱楚基道长正在此饮酒 郭靖上前失礼后坐到邱楚基对面 邱道长看到郭靖面容憔悴 待问清楚近日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后 邱楚基则对郭靖进行百般开导 忽然邱楚基灵机一动说道 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帮你忘记武功 就是你结义大哥周师叔呀 他为了履行先师的承诺 果然就不再施展九阴真经的武功 看来只有找到周师叔才能帮你了 郭靖说道 周大哥神出鬼没 怎么能找得到他 邱楚基眉头一扬道 进而啊 马上就是华山论剑的日子了 我想呢 以周师叔的性格 一定会上华山看热闹的 不如你我同行一起上华山找他 顺便散散心如何 郭靖一点头随口说道 也不知这次华山论剑谁会获胜 邱楚基正色道 按说以武功而论 当今武绝中几人的武功应该说是各有所长 但是论人品和气节的话 东邪黄岛主行为乖僻 唯我被所不取 吸毒就更不要说了 南帝为了一己小小的恩怨 就此顿势隐居 亦算不得是大人大勇之人 只有红公红帮主行侠仗义 扶危即困 我对他才佩服的五体头地 即使有人在武功上可以战胜红帮主 但是我想天下之人必定还是奉红帮主为武林第一人 二人一路西去 不一日来到华山脚下 远远望去 威严肃杀 天下名山之中 属此山最是奇险无比 二人边看风景边向上攀登 中午时分 已经快到封顶 就在这时 只听有人说道 邱楚姬 怎么你也敢来华山 寻声望去说话之人正是沙通天 邱楚姬冷笑一声道 就连你们几个跳梁小丑都跑来这里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沙通天等人 依仗人多 拔出兵刃 向邱楚姬杀来 众人立刻打坐一团 郭靖看着打斗的几人摇了摇头 信不向另一边走去 他此时心中对打打杀杀 着实厌恶 不自觉地来到了崖边 密林中 有位老翁 却探头探脑地 跟在郭靖身后 他观察多时 已有打算 就见这人干咳一声 对郭靖说道 傻小子在这里做什么 郭靖见是梁子翁 也没有多想 随口答道 我只想忘记武功 可是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才行 梁子翁眼睛转动道 这还不容易 你只要打不还手就好了 我来教你怎么做吧 你可不能还手啊 最后一个字刚说完 梁子翁已经跃到郭靖面前 张开双臂 把他抱住 然后张嘴 向他脖颈处咬去 郭靖见那白森森的牙齿 已经触及到自己的皮肤上 心中一怕 内力自然条件反射般的涌处 他本想把梁子翁掀开 可这时郭靖 已经具备了顶尖高手的实力 一掀之下 力道何止千万劲 梁子翁的身体陡然飞出 落入了华山深渊 只听到山坳中 鱼音环绕 传入郭靖耳中 郭靖 你不守信用 说好的不用武功的 你到底还是用了 郭靖正自责间 忽然看到一道清光 一闪而过 这时他眼力极好 一瞥之下 已经看出那人 就是吸毒欧阳峰 郭靖心中一里 远远地跟在了后面 欧阳峰顺着一条小路 三转两转 来到一个山洞跟前 他从怀中拿出真惊后 盘膝坐好 忽然说道 有几句 你解释得不对 快点重新说给我听 郭靖一脸困惑 不知吸毒 在跟什么人说话 只听得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 自动传出 你功夫未到 自然不成 我又怎会解错 郭靖一听这声音 险些惊呼出声 却不是他 日夜感怀悼念的黄蓉是谁 难道他并未丧生大漠 难道此刻是在梦中 是在幻境 只听欧阳峰怒道 明日正午 变身之期 我怎等得及慢慢休息 快将全部经 尽数易于我听 不得推三阻四 郭靖这才明白 他所以感冒起险 休息内功 时音迫在眉睫 无可延缓 当此之时 郭靖哪里还想到 该不该与人动武 大叫 荣儿 我在这里 左掌护身 抢进山洞说道 欧阳峰 你不守诺言 当年我放你三次 你答应过我 从此之后 不再难为荣儿 望你一代武学宗师 竟然出尔反尔 欧阳峰脸色一红 他为人虽然歹毒 但是向来以宗主身份自居 如今被郭靖抓住把柄 当下 袍袖一服 从郭靖身旁 急闪而过 顷刻间 人影不见 郭靖奔到 黄荣面前叫道 荣儿 真想死我了 他心中激动 不由得全身发颤 黄荣却转过头去道 你是谁 我认识你吗 郭靖知道 黄荣还在生气 当下诚恳地 向他认错 不论黄荣如何冷嘲热讽 他都全然接受 就在这时 忽然有人叫道 谁这么大胆 竟敢欺负我家黄姑娘 密林中 转出老顽筒 他三两步 就闪到二人面前 好像是为了讨好黄荣 周伯通眉毛一皱 对郭靖说道 一定是你欺负荣儿了吧 他用眼角偷看 见黄荣露出鼓励之色 于是周伯通伸出右掌 照着郭靖的腮帮 扇了过去 这一下快速绝伦 郭靖不曾防备 被扇了个正着 左边脸颊 顿时红肿了起来 黄荣终究心疼 他眼睛一瞪 把怒气转移到周伯通身上道 囚签认的人头呢 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拿给我 老顽童面色尴尬 忽然说道 我知道囚签认在哪里 我这就去杀了他 说完 没等黄荣答话 早就跳走了 山崖之旁 两人迎风而立 他们的手 终于握到了一起 黄荣轻盈的一笑 这一笑 犹如温暖的柔风 吹走了往日的不快 也吹走了 一直压抑在 郭靖心头的阴霾 欲知 华山之巅 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请看下集 是非对错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轩童 请关注我家新浪微博 与微信公众号 会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